第二場,四班跑短途的一千米 這場賽事,我自己覺得 跑到一千米,就要看一些 看看有沒有好馬 這隻福六,蘇迪雄跑 陳佳士集 最近那副谷草一千米集 我們看看他 三檔起步,陳佳希試集 留意陳佳希試集的磅位比較輕 看看出閘是否準 三檔,一出閘,避孤白避孤的應聲彈出 很漂亮的一隻馬 轉彎的時候,這隻馬也比較順滑 有一點點重口的 這隻馬也容易搶口 這隻馬 你看到現在 按薑城 分一分薑給他 打個beat,比較舒服 這樣走 看看過終點的時候 按著薑,收好了 看他跑到哪 這隻馬 有些前速,是葉倉王的初出馬 是令人有少少擔心的 收停的時候 都... 這隻馬也很行 收一收 還可以的 最重要的 出腳那裏 都很成熟 眨眼看得不錯 這隻馬 今次收到龍跑 試集多漂亮 第一課集就來一千 舒比加州神戰那些高班馬 沒辦法 這隻我先選了 經典之星 最近那課試集也很漂亮 經典帝國那些才衣 大家都知道 這隻馬 的款頭比福六更漂亮 富六 富六 是不是叫富六 我不知道 富六 很漂亮款頭的一隻馬 這隻 經典之星 很大隻 你看到第二名的星 其實款頭 又大隻 一隻 又大步 那雖然直路要騎 但是 你看到這隻馬 後腳可以再有力一點 就是後腳可以再 成熟一點 但是你看到騎下去 你撈都撈大步過人 大哥 那麼 骨骼也比較穩定 很漂亮 潘頓 摸實 這隻馬 這次還要派出十四檔 有一條欄 很大步很大隻的馬 應該有幾個 一出即成 所以第二場這些新馬賽 我選了兩隻 就是經典之星和虎六 будут